到石碗里茲,隔个星期都是在iMoney的频道 和大家见不见 这个星期来看指数达入10月份 刚刚整整一个星期 表现有少少起出莫害 整体的行指表现都升了差不多接近有3% 如果你看看各科技指数 表现更加良例,升了差不多接近7% 总结这个星期的大仙来说 能够做得比较英俊或仔细 先说没有确诊情况大 后期暂时没有进一步恶化 再加上资金方面也继续推动 之前大仙由低位差不多反弹 差不多1,000点 不过刚刚整个星期之后 看到指数的走向来说 从今天到24,112的位置来说 是有一定的阻力 亦看到很多重帮股份 都是有少少回调的情况 所以整个十月份 比较大仙的消息影响会比较多 不过比较特别的一件事 我想先和大家先分享 或者先看10年期的债息 我们有个图 因为近期的10年期债息 我们有时候看股债 或者现金 或者几个指标 比如金价 美汇指数 这几个关联的情况也很重要 近期看10年期的债息 例如之前的低位 差不多是0.6多左右 反弹到近期 差不多到0.7多 0.8多左右 主要其中一个因素 尤其是上星期 两大美国总统候选人 开始后 似乎大家觉得 民调或是倾向 都会觉得 拜登暂时来说 暂时占了上方 如果拜登的走路线 或者策略来说 都会倾向汇发债 在财政方面会大口水口 所以市场都会觉得 未来来说 如果这样的情况 或者很多时候 会认识 债息 债息 即是资源供应增加 亦会 扯高债息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 同样地 美元 借势拖低了 其实我不能称之为 一个risk on 的情况 但也有利于资金流入 包括微股 而港股来说 其实都看到 钱是一直进入 不过之前来说 资金可能是大家觉得 倾向有资金进入 但是否做事 迫上官 始终是大算 还有一个重要药物 就是抽身股 以蚂蚁为主 但另一件事 似乎现在 蚂蚁聆讯通过的时间 好像还未作实 是否有预期 在10月底可以上市 所以大家还是继续拒络 所以在资金方面 可能又要计算数换 我既然进入 也要找机会 所以就在个股 或者板块身上出发 所以造就到 这次来说 我想也不太意外 但是借势 恒指金这一阵 调升的幅度 但你看到 其实也有少少 有个改变 我最喜欢看的 九天商量球的指数 如果你看到 之前一路是差不多 二十多 就是上个月 一路抽升 近这几天来说 差不多挑战六十的水平 但这几天又再回回 反映 似乎推动动力 有少少保留 所以下个星期 最简单 最基本的就是 回来看看 指数 又会再考验 24,000 如果上网 100天线 应该有多大阻力 就是24,600 那些水平 至于北水 开了之后 反而我们早前 已经上升 纷纷了这些 推动 又是在股市上 会比较大 而且恒指的升跌比 慢慢又再平衡 不是单边 星期三、四度 也看到 差不多有过千只股份上升 这件事又可能刹难归于平淡 所以选择过股 或者选择板法 在10月份 比较上升 以股份的情况 恒指说完 国智 按道理 因为看到人民币的汇价 也是继续抽升 我觉得那个走势 应该有机会相对地 可能会偏偏一些 所以未来来说 看看它会不会有机会 率先 未必这么跌 可以有条件 慢慢彈上去 接近9950点的水平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反而看到国子 作为前瞻指标 或者是他们的中资股 尤其是10月份 其中另一个大主题 今天跟大家说 就是迎接 14.5 就是两个大方向定调路 一个就是内循环 一个就是新基建 这两半的股份 可不可以突围而出 抗地深吸力的情况 会比较上强一点 这两点是拭目以待的 至于第三个就是 和大家在review roundup 就是暂时看看 恒生的科技指数 近期也算是略为转强 也说了这个星期 刚才说 升了差不多6点多 接近7% 暂时看看7500的关口 能够收益 但推动性未来 能够持续呢? 这个也要看外围 纳指方面 有几个都说 美国和香港有上市 一环球一环 反而看到二线的亚科技股 例如新经济股 例如月文 或者有部份 借势反而有抽升反而 资金可能现在 慢慢弹性 轻张上陣 博取小资金 炒落后为主 所以大家应该值得留意 至于版块来说 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的 都是集中两个主题 就是内循环 和新基建 先看内循环的股份 内循环的股份 如果值得留意 其中第一个是用品股 大家知道 这期仍然有内需方面 有推动性 所以我会举几个焦点股份 大家看到版面 都会留意到 如果做品牌 我仍然喜欢 供应面很阔 如果做品牌最前线 我仍然觉得理念 是有道理的 但他们已经计划 不仅是小资金 而是品牌的推动 加上主要是国产 这承受性的收落程度 亦是大 所以便是有条件 维持大量小回格 虽然股值不是便宜 但他应该领将的幅度 仍然会是早内居先 和会跑赢 其他股份 但反而说下落后分子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事 因為除了內地的體育品牌維持一定的需求 外圍方面,例如 Nike 或 Adidas 公佈業績或表現都非常亮麗 如果在這方面,整個產業鏈到中油或下油方面做銷售或代工方面來說 當然未必會爆出這麼多聲音,但有時細小長流或在股值再追上去 我覺得可以留意一隻偷博、6110,因為主要是代理 雖然覺得代理的毛利率沒那麼高,但勝在他們輕張上層,就是輕資產 我覺得他們之前的高位是在6月初出現的 如果在9月開始慢慢轉回強勢 突破11元,現在有條件慢慢再追上去 我覺得這個比較慢跑,可以留意 另外一隻,如果大家看股價走勢,都是實至名歸的 就是新州,新州一直都是做代工為主 他們的表現一直都算是比較強的 而且大家覺得他們未來做這類品牌的毛利率各方面 都會有機會再轉好 所以我覺得新州其實都是大將小回格局 大家都不妨可以提提 這個先看看用品股 第二個板塊跟大家說的是軟件股 軟件股來說 其實現在全部都是希望國產化 所以無論是雲端,或是我們很熱的SAS 軟件股服務,或者是SAS,IAS, Infrastructure 或是platform,PAS,即是平台,甚至數據,Data 但是我覺得最恰鄉,或者這期市場的影響性最高 都是做SAS的股份 當然行銜的有幾隻 例如金碟,加上中小企的軟件服務 這方面兩者夾雜著業務 都是做得比較理想 剛剛今天都繼續創了偽週新高破位 雖然不是叫大家積追 但始終這期跑得贏 而市場有信心的大股份來說 我覺得值得去關注 或者讓它回落、跟進 金碟在早內方面是領帳 仍然保持著 至於比較上可以發掘一些 比較上落後的或近期的本身股 例如說 明元雲 今天也繼續有 掌聲的情況 雖然初期我看他也很麻煩 比我想像楊中真皮 做得比較上有個突破 大家也知道他剛好 上完之後他就算聰明一點,幸運一點 大家知道現在新股也要過幾關 由招呼的反應 可以代表暗判可以 暗判可以,暗判可以 暗判可以,暗判可以 之後的股也可以 但他也叫做可以過三關 一直上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 對他們的表現會比較上有利 所以小遊行也好,頭也開得好 所以推動的情況也算是做得不錯 另外一天就是落響 我覺得之前有一點大家表現失望一點的開遊 但他始終做一點都涉及到精準營銷的項目為主 有一點似正、微盲的 另外一件事是開的時候開得比較差 但近期來說也有一點反撲的情況 所以這隻我也覺得 可能成為D資金追落後的股份 但近期熱爆推得比較多 可能首選明元雲 在這方面顯示的推動比較大 這就是軟件股的情況 當然我會再說 在數據方面 其實也是一隻本地的,大家可以留意這個賣的關係 這就是汽車 我想在第二季都看得很混亂 或者第三季 始終中氣協或成員會公佈汽車的消息數據 大家都覺得全年要追回 可以嗎?或者能人運夠推動 但似乎是踏入第四季 都有些消息數據開始改善 有幾間 覺得應該也有機會有些政策可以再拉同 編尾會也好 可能再推動得好 但我覺得一定是分流發展 如果你說 做合資品牌那些 有些其實都可以看到 比例如東風 廣氣 比下去是弱的 行得比較上帥 或者這期如果說是自主品牌 真的做得好一點 反而首選是 長城汽車 因為它本身 也說得銷售得 7、8月 那個銷售表現漂亮 加上它也是 潮向 有一點 像比亞歷 做一些 辯辭相關的 推動的行業 所以股價來說 帶了少回之餘 今天雖然回回一點 但我想也有機會落回10元邊 反而這隻股值也不算太貴 車股我反而是 先想它 當然大家會想 最大隻的175點 之前是有少許倒造的 可以這樣形容 以股價來說 因為它好像 又龍頭 又打算回科創板 但這些消息 令到它的表現 不是能夠有特殊 最近大家都覺得 它可能 銷售 即是第四季有改善 但我留意著 因為它現在 仍然被 250篇線 或者那些位置 一直壓住 幾條重要的平均線 我想破了位置 但我也希望它有機會 再推動上去 如果提及條件 其實它是有推動的 但只不過 資金對它的眷顧程度有多大 輪勢應該是2333 是比較強的 當然比亞迪不需要說 但比亞迪跌回頭 大家都耳熟能長 升了那麼多 再去推動的時候 其實現在的水位 有買的 大家都不需要 那麼心急下車 雖然今天 大暗燭 都是比較 長一點 不見了 一路一路再衝上去 到現在 差不多120元 位置 又有阻力 但 相對地 但我覺得 始終它是三條隊走路 汽車不需要買得很厲害 但比市場覺得有領象的情況 穩陣 加上配合到刀片電池 自己的車款又可以配合 亦可以跟很多品牌合作 汽車半導體 這個概念暫時在來地汽車品牌 都未有 所以還放心 可以 保持 只不過是帶上小回 的情況 這個就是汽車股 當然 剛才版本沒有提及 另一個也不要忽視 就是汽車代理股 其實一直都表現 都算強 不過近期 之前升得最多的 好像中升那些位 升得最厲害是 4月到7月之後 現在這位都是 橫行 才再破位 這期未必 以漲幅來說 未必不升得太快 好了 這個內循環 我想都是幾個大的 反法 當然還有一些 餐飲股的 不在這裏說太多 很多的估值都不便宜 九毛九 二海 開底撈 但如果說新基建 新基建有什麼值得留意 這兩個我相信大家都很興奮 但其實我自己來說 不是現在才說的 大家都看到 這裏都做得很不錯 有一個需求 還有一個搶裝的情況 就是 兩個辦法 一個就是光復玻璃 光復玻璃 其實一直都在說 其實它都是跟 小小小有新能源的一些項目 有關係 在說的需求 新能汽車 他們有些項目都需要到光復玻璃的組件 加上 市場都覺得現在 要去到 14.5 或者 20 30 之後 在這方面 無論是 投資額度 或者開支 都要大幅增加 再加上最主要是近期 這些項目 打從第2季開始 光復玻璃 搶裝潮又好 或者需求都是搶得很厲害 其實他們的走向股價 是跟著 這些 量價齊升 簡單來說 因素推動為主 當然 福羅特這刻 跟大家說 之前說 好像已經長升長有 今天真是好一點 反而真的有給大家 價錢來說 放假之前 有個休息位 如果有機會下去 25元 甚至可以 貪心一點 去十天線 那些位置 剛剛挑戰22元 我覺得還可以上升 因為我覺得 光復玻璃的需求 周期性 沒有那麼快樂 起碼 可能要到明年 當然股價行先做了很多 這個回合 但每一次大仲小回 我都覺得 仍然沒有那個需求 你看到 福羅特玻璃和 968 兩個大家都很類似 大家的股價走向 兩個大家都很類似 今天都是大陰續落回來 如果你看到近期的RSI 昨天 如果看回是很厲害 高度沒有朋友 兩個9000RSI去到90 如果下回深一點 以信而光能為例 現在跟大家分享 都希望有個投資機會 我想可以下回到12.5 那些位置都可以繼續 分轉上車 這兩個板塊 我自己都覺得 仍然有那個需求 層面的覆蓋比較廣同 也是比較高門檻 不是說其他同業 想入就能入到 這就是 光復 光復的玻璃 另一個板塊就是 風電 風電來說 有段時間好像氣功一樣被人遺棄了 近期來說 看到 亦是政策使然 亦是新能源的項目推動 分開兩邊 會先對 明年到期 亦是對風電的項目有個搶商潮 未來來說是要用一個評價上網 即是他們要和其他能量物 例如火電 可能有機會 拉齊 如果現在是早完成 即是在地址 明年之前完成了這些風電場 無論在收費方面 就不受影響 所以大家現在都是 希望做多些風力發電場 亦希望提升 無論是產能 最重要的是 我們先第一步 就是基建的規模 能夠有空間提升 再看他們的 組裝、裝機量 發電量 這是第二個階段 最主要是看風電基建的 投資規模 上半年看來來說 仍然是 小一點 比850億 未來應該是 有條件、有空間 增加 所以第一回合 如果這件事又重新 有機會 開始 應該是看一些風力發電設備 如果我們好像軍庫資深 有比較資深 或者是古靈比較長的朋友 讀者都會記得 可能會觀察幾個出來 金空科技 龍圓電力 我沒有放進去 剛才的版本 就是中國古宗傳動 那個就做得弱一點 也想猜猜 波動一點數 我就沒有放進去 如果你說 我覺得比較上自己喜歡 都是208 208就是金空科技 因為它是真的做這個設備 如果說這個風力發電設備 有那個 需求 訂單增加 他們的表現 未來還會 繼續 有那個推動 你看這個股價來說 其實早前也見了一個雙底 分別是在 7月28日 以及在9月9日出現 但是很快一個月也不夠消化 今天就收7.76 雖然也回了一點 但也有機會挑戰 8月初 8.3個高位 當然光復那些就比較實一點 如果你說 這一刻 聽我說這個故事的推動 風跌來說是緊接其後的 我覺得可以駐馬控制風險 慢慢一步一步 但是行先的 我相信應該是金空科技 因為你說龍炎電力 9月6 反而是 做風電場受惠的程度 雖然他們未來如果開放多些場 電價 或者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他們是第二回合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 擺後一點 就不會太心急 當然另一方面 成交其實他們是一般的 這刻可能跟大家先預告一個前瞻性 你說有氣有力的推動來說 其實也是做玻璃 甚至剛才說 光復玻璃也好 或者另外一隻 其實一直是 破位 一路的步驛出 今天也創佣 現在是順意玻璃 下去有更多元化 爆發、建築等等 汽車玻璃也有做 其實它的股價也是很強勢 這堆反而代替了我們近期 我們有時候想起 傳統基建 為什麼叫做新基建 因為現在新舊的比例 近期的走勢都好 反而見一些 水泥股 就是安西河鑼 或3323 這個回合其實是轉弱了 所以大家可能是 基建出發 但是這兩個版法我覺得 可以繼續放更多的轉目 或者後來已經在上去 再 後來再後來 最後一個補充 這個版法 你可以說 放在內循環 剛才說的 軟件又得 或者數據 因為數據方面 需求很大 但是這期 之前一直 這股份 我有時候推 或者提 也有時候會被人覺得 這東西很規速 很慢熱 近期真的叫做 他得著行動 亦是廠新高 就是新移網 因為大家都覺得 他們的業務 當然 數據是數據 的 租出 數據中心 Data Center 那樣東西 但現在的需求 隨著很多公司 慢慢要有很多東西上運 數據化的推動 都有吸引力 但這些莫人ily 根本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一定可以回返 我給大家說 提供各息的大種全 大家都可以意識mit 那可以收 taş 前面再回來 現在每逍到 可以在 日uleunde 或這亦時間 做下kt 是不是 NEWE 不妨可以留意 大家可以留意 那òn 和大家談一下 今日 REALLY 提及審議 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支持,我都盡量配合回答一些問題 先說,有朋友問368,問上網多少 368,這就是德合集團 我不知道你是否問這隻,還是其他股份 如果這隻純粹,表現近期就回到上去 但成交不是太多,我都要看一看未來推動的空間 我看不太好去做建築,也比較震驚一點 如果你是真的問這隻,如果不是,你究竟是386,你可以再打個訊息給我 另外,有位Fanny Jeng問2018,什麼價格可以追入? 2018,我一直都知道,瑞星我都不太好 守秘設備的故事中,信譽仍然比較強 而近期爆了高位,高位是做模組的推動 都是做一些潛之式的東西 雖然定位低一點 門檻比起信譽差一點 但也有個估值落後和進步 最主要派特別吃 其餘都是再求再寻 不是這麼大的突破 而瑞星這期 反而很明顯比下去 但iPhone 12,大家知道 快出街 以往給標籤是 iPhone的 敏感度比較高 雖然相關是很高 但市傳 甚至乎 今次出的iPhone的定位 有個高速度 或者預計 亦有另外一個組別 沒有那麼多配置的東西 便宜一點 亦看到 有些下價 大家有個聯想 但至於 大家覺得今次 如果用iPhone 12來說 瑞星好像拿到的單位佔比 沒有以前那麼多 之前差不多有五成 現在是三成左右 所以比較弱 如果你真的未追入 我就覺得壞首選 我寧願你 選手機設備股 剛才我說 寧願給它 當然高位也升得那麼多 等於你問我手機設備 其實我再抽離 我寧願你選手機的股份 可能還會比較好 因為總之設備那些都很弱 這個板塊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慢慢走勢 表現已經很分化 另外你也問了27跌夠了沒有 你問了兩種股份 我也是一般的 我還是要看如何配合 雖然薄彩菇通關 出了來 收入或訪客的人數不似預期 所以應該還在沉為主 所以如果有多少錢可以買入 怎樣部署好 我寧願你如果是你的心頭好 就先下降 我就不心急了 另外 尾頁就問1093 1093 石藥 今天的股價 近期就叫做 好像想破條 應該是破條50天線 之前也做了四支 楊竹 但又未破位 我自己看 我就首選 反而近期 會選一些生物科技 但是生物科技除了 除了這兩天照顧 招呼反而很理想之外 有些真的有條件 擺脫了 B仔 即是有機會承認盈利 我比較喜歡 已經加入了成分股的 若名生物 269 均10 或者是信達 這些我比較喜歡 1093 已經變成1.0 傳統制約股的1.0 要有些新的點子 要有些新藥 但很多時候 不會有這麼多東西爆出來 有些是一步一步去做 比起很多 Biotech 部分 下面很多project 慢慢可能有機會臨場變成 管線下低 Pipe Line下低很多的一些行業 相比之下 093 1771 這兩隻來說 都比較是 略為 我覺得單調了 真的要看他們自己本身其他 銷售藥品的情況 製藥方面的情況 會如何 JOTAN 285和1810 可以看多少 我剛才說了 都是一般的 要買再低一點才效率 285反過來是另一個境界 另一個境地 就是 近期都繼續破位 但因為它升得多 據說 跟蘋果相關的 iPad的項目 業務也有 另外 也有做口罩 所以股價走勢 已經先從 業績的因素 推動 反映到C 如果現在看 再破位 我估計 就看 43至45元 走得會慢了 走得會慢了 另外 陳小姐 陳華珍 問 206 14.5 上網多少 如果說中國消費 ETF 你看看 走勢 也算是平穩 波動性 也不是很大 區間 70至75元 之間上落 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慢慢 保持住 也是有機會再挑戰 但比一些時間 ETF 比較常分散 要是 整個板塊一起推動 或者勢強 就會更好 我想也要儲力 再挑戰 差100元 但我覺得 也有條件可以持有 都答多幾位朋友 合景泰富 Chris Zhang 問 你們又喜歡 有時我經常提及 大家只給我一個號碼 你的情況是怎樣 順利 看法分析 也希望配合 你們現在 未買 想買 在什麼位置買 或者是否想走 我可以再具體地幫到大家 如果你問我合景泰富 大家都知道 他出了消息 他將會分拆 物館 而比較特別的是 他用一個比較特別的形式 可以換送 或者派送給他們的股東 對股價來說 也有一定的支持 但始終近期 整體內房股 也不太強 恒大今天就算公佈了消息 他告訴大家 安撫給大家 或是暫時 現金率流 賣樓方面 達標有九成多 但股價來說 都是 先升 然後下跌 還要新高後下跌 所以 這期內房股 底子比較常弱 至於有些朋友 聽剛才我說的 兩隻 光復玻璃的股份 都跟進問 968 剛才我都說了少許 我可以再補充 怕有些朋友剛剛進來 未必提到 如果是的時候 我可以 接近十天線 13元 至12.5元 考慮 另外也是你問 6865 也是 今天來說 希望一支大音竹 下跌後 當然也要考慮是否站穩 DRS就不一定會回落 如果是的時候 可以下跌差不多22.5元 或是追求10天線 那些水平才考慮 好 再回答三條 3690 美團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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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有沒有機會破頂一定有 你還有這麼少的水位 上次的頂 今天也創了一月新高 之前的頂位 在280元 差10元 不難 但問題是 我不知道你可能留下 謎給我猜 你究竟有沒有拿貨 如果有的 我也覺得 安心繼續拿貨 他始終不及得 例如行算阿里巴巴可能有業務拼購 不同範疇不同的動作 有支付 有雲 但美團點評 比較單一些 雖然做外賣 但暫時不離他的本行 波動性比較大 增長在這裏 現在仍然是 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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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 他有沒有機會 國止成分股 或是行止成分股 可能這些消息也有機會 借勢曲線再炒一炒 至於2382 2382 多少錢都可以進入 相對地 始終順雨 破位 破了一月新高 距離之前185高位 也有一定的 水位空間 但是今天 破了一百三十元後 我看到RSI 又衝上去接近 六下八那裏回升 所以如果真的再考慮 我覺得先看現在的平均線 123元的位置 收穩得到 最好是分123 和120 樓下的位置才考慮 最後一條 909 明月雲 可不可以買 剛才我都說過 也是我自己說的 其中 內場環軟件股 即是SARS 值得考慮 不過今天就升了接近5% 如果有機會可以 差不多是33.5 那些位置才補貨 不需要太心急 好嗎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也知道有很多朋友 都在放牆 一直問問題 不需要擔心 如果有部份的問題 我都會 大家 再看見面段有什麼問題 我都會保留 再回覆大家 或者可能會在下星期一 I am Fission 我都會很快的 隔兩天再見大家 可以在那裏 和大家繼續 分享股份 或者回答大家的問題 大家到時可以再上來 或者有新的發言 或者下星期一 或者一個新的政策 一個策略的部署 到時都可以 跟大家分享 再更新的事況 今天先和大家聊到這裏 希望大家有個雨噴的周末 下次再見 拜拜